嗨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下班刷卡的藝術 下班刷卡的藝術 下班刷卡不就是逼一聲嗎 還有什麼好藝術的 應該說很多東西來講 今天是用一種比較輕鬆的話題 在聊這個東西 下班刷卡的藝術代表什麼 第一個下班刷卡的藝術代表說 你是需要刷卡的 如果說你是不用刷卡的 那就滑過嗎 還是說聽一聽取決於你的 不用刷卡來講 事實上我們之前有講的 就是公司的制度層面 這看公司的別人 公司就是人人不用刷的 公司部分藝術 目前應該大部分都是取決 一部分人不用刷一部分藝術 大部分人來講就是 職工的都是藝 一般來講 接近人員的話 工程師有些藝也就不用 一般來講都會取決藝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不要的話 會很恐怖 全辦公室來講 可能都會 8點過後刷卡 5點之前下班 會呈現這個現象 還是會有刷卡的藝術 所以刷卡還是都會有它的存在性 我們講刷卡的藝術來講 有刷卡藝術如果你是說有幾種 第一種你如果說是時間到了 不能走的 有沒有這種 有公司這種文化分補之間 有的公司也有這種就是不讓你走的 你只要走 你要走可以 第二天來就你可能就會倒大沒了 就是那種文化 不能讓你走的文化 這個是風氣 你會發現留下來 你也發現這邊也沒幹嘛 就大家就耗在那邊 這個事實上就是 有人覺得比較不好 可是事實上也有公司 長久下來是這樣子 這個很封閉的公司文化都會有 可是隨著這種所謂的那種 智能化的AI的產業升級 這個現象會越來越少 為什麼 因為這種沒有升級 整個就直接就不見了 只是它不是只有少數人 就對它切得到一個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影響的範圍是蠻廣的 所以事實上我們才會蠻多的部分 都在聊產業升級這一塊 OK好 我們今天就是先沒有聊著 我們今天單純就講就是 價班刷卡 OK好 來一種是你不要辦法走嗎 OK好 那你就是可能只能說要刷 刷完就繼續回辦公室 或者說就不刷了 就等下 就是7、8點的時候 在8、9點的時候再刷 刷可能也沒有下班費 一般來講是這樣子 會有加班費 取決的部分 又是要單玩沒有加班費 單玩有加班費 一種是就準時走 我們講的是大部分 OK好 5點刷卡 不管是5點還是6點還是8小時 下班時間刷卡的情況 第一個大家準備好了 第一種就是 大家可能就是 超過一點時間 例如說 假設5點下班 可能就是5點10分 5點15分 陸陸續續走 有時候如果比較 更賞快 就這樣 5點準時就刷卡機就拍一拍了 你只要後來慢一點 電腦機關的比較慢 又多了好多人 這就是標準有沒有 5點準時 不是下班喔 準時刷卡 刷卡中 那為什麼不講 那你說為什麼不講上班 上班就是不用講 上班就是8點 就是每個人就是 早點才晚點 下班就是不用講 5點準時大家就要走了 那再來就是說 一種就是OK 那就是 OK沒有辦法 就比較準時刷卡 那再來就是說 還有一種就是 刷卡之前的動作是什麼 OK 5點 假設5點好了 正常來講有沒有 4點45分的時候 就會開始 上廁所啦 收東西啦 去倒水啦 去換水有沒有 然後杯子洗一洗 或有一些什麼餐具 如果還沒收 給它收一收有沒有 你就看大家已經開始有 前置動作了 前置動作了 那事實上 這是公司跟公司的文化 舉例來講這個公司 如果是超到不行的有沒有 就有這種情況嗎 不太會 不太可能會有這種 所謂的這種情況 5點的時候 走了走了 下班了 甚至還會怎樣 可能快下班了 怎麼還沒打卡 就講這種聲音 如果這間公司是一個 很嚴謹很操的 不太會有這種聲音 那你說很操 留很晚的 一定是好嗎 未必 也有就是單純為了留留 不要講那個 事實上傳統科技廠 電子廠都有這種情況 就是大家就撐在那邊 事實上來講 你說一般我們講的 我們講科技廠 事實上很多來講 科技廠 它很多也是加工母機 只是看你的工作 你可能說 我今天東西是用在3C 我OK 我用在是一個 舉例 你如果用 假設你是一個塑膠殼 塑膠社主來講 你今天如果是用在腳踏車 就是傳統廠 玩具廠 那如果今天東西用在手機3C 這是什麼 我就是3C的 那我算科技廠算不算 一定要講也是 所以變成是說 這種東西本來就是說 很難講是產業別 但如果你要講細的話 就是講一個專業屬性 OK 那我們今天就沒有聊到這一塊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 單純就是下班 45分開始有人怎樣 就開始怎樣 開始去倒水 上廁所 開始用書包 大家開始怎樣 開始打包垃圾 類似這種情況 對不對 那一般這種情況 如果說你是說在禮拜五下班前 這種還可以比較能理解 畢竟是週末 週末大家可以輕鬆一點 但如果是在週間2、3、4 常態都這樣 事實上你說 這個單位來講 有那麼嚴謹嗎 事實上真的要 要一個3、4 那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要怎樣 員工有沒有 5點準時 幾乎是5點 大概一分不到有沒有 就趕快跑到裝卡裝了 排隊後幾個人排 然後他就走 到警衛的關卡 出去的時候 他前面那台 怎麼好像是他主管的車 或是隔壁主管的車 為什麼 因為他不用打卡 直接走快速通關 這個你已經走很快 他竟然在你前面 這是不用打卡的優勢 所以大家 不用打卡 有人說不用打卡 這也是這個優勢 所以就是說 他會有這種趣紋 所以就是說 打卡的部分 會有很多的一個點 會有很多的 刷卡 或怎麼樣 包含就是說 以前都是用刷卡 很多人就是先繞跑 然後就請別人刷卡 帶刷 那一般帶刷來講 有的人如果說 你幫我刷一下 有人會覺得 因為帶刷一般 比較不容易刷 如果你被抓到的話 真的是 沒有什麼好看 那一般的人說 幫我刷 就這樣子 也不管你要不要 就跟你講幫我刷 還是會刷 第二個來講就是什麼 刷卡 現在很多改了這樣 很多這樣 就會用指紋 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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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紋的方式 指紋紀錄 爛也不要說爛 差一點有沒有 刷不過 天啊 下班還好 刷不過大家在那邊罵罵而已 上班了沒有 7點58分 7點59分 然後你7點59分 你前面那個一直刷不過 你氣都快氣死了 趕快接過好不好 這樣子 讓你先刷 然後那個就開始 不行了 就一直吃 試到沒有 7點59分 試到8點崩潰 不會崩潰 好像就覺得有點傻眼 很多人講就會有這樣 就會有這種 很多人用刷卡 那有些公司 以前就是有那個 刷卡的那種 刷卡紙 刷卡紙的部分